新聞一開始 我們要來關心消費者的新聞 這是小機會今天公布 年度十大消費新聞的拜訪 其中三百經美國牛肉 在國內都有經濟之下 不過政府還是他們的 宣布說要開放 拿到經濟的頭一命 來自美國的電力牛排 如果能夠多吃起來百一塊錢 是不會救人客最愛 雖然外國煩惱是偏安全 不過政府以完宣布 開放和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牛肉親口 新聞小機會 統計今年度十大消費新聞 拜訪本的第一名 這個含有萊克多巴胺的 這個美國牛肉 一直是我們對於健康 是不是有影響 這大家一直在有憂慮的情況之下 那麼政府今年還是做了一個 有條件的開放 除了三百經美國古巴開放以外 其他十大消費新聞 又包括不動散 是給電路進行事實施 但是求是給我外界批評 出的分析報告 利特健保欠個背頭 保重保護經濟太大 有電商機加當專門負擔 政府當初出銷工吃到飽 來求求工做到最過半的問題 食品和有同所發財 史瑪克斯中巴沒有起山坎 現時油籃車沒有定分的標準 各自發情到外老上官會負責兩億 可是說到 計程消費經濟大 還有本人電視 進出優雜電視條件會用 衛生署所掌管的食品的部分 最多 它有八折的部分 那就表示說食品安全健康 在這五年來一直還是 是經常發生問題 另外消費會和統計這五年來 突出政府部門進三名 分析是衛生素 入進部和經濟營 希望政府當時變身消費 康徵 作為未來政府 事情改善的參考 記者綜合部登 只要路芮 文字幕提供